中国古代 欲言故事 欲不欲 战国时期 宋国有一个农民无意间得到了一块蒲玉 这是一块西式珍宝 农民认为是非常高贵的礼品 便拿去献给子汉 可子汉拒不接受 这个农民说 这是一件宝物呀 应该用来做大人物的器具 小民是不能享用这样贵重的器具的 这个农民很是不能理解子汉的行为 疑惑地望着子汉 子汉说 你把欲当作珍宝 我却把不接受你的玉石当珍宝 这就是说 农民爱好欲 而子汉不爱好欲 有人爱好财 有人爱好不爱财的品行 不贪图物质享受 而追求高峰谅洁的道德情操 才是人世间最难得的宝物 欲是宝贵的 但不贪图宝欲的人是更可贵的